心动的信号5越来越内心,郭浩然李婉倩尴尬约会窒息感扑面而来,6万CP渐行渐远,极致逼美学虽持弹道,老六左右摇摆态度模糊,莫名有点心疼万万,孟子一里成炫沉浸时生气带入感满分,像挤了最称职的互联网嘴涕,女生约会日李婉倩主动邀请郭浩然,甚至特意安排了陶一体验,人鬼情未了的氛围感非常适合谈恋爱,万万绝对用心了。 但是老六明显不在状态,眼神飘忽心不在焉,唉声叹气,吃瓜情众心知肚明,自从荆家约入住心动小屋,老六的心早就飞走了,郭浩然态度转变从炙热变冷干,孟子一角色带入,沉浸时生气,刚开始表现得很上头,万万想进一步发展,李又是什么意思,约会叹气是什么鬼,既然这样,当初就别去招惹,完全可以理解李婉倩的难受心情, 难怪全程话李友话,抑郁双关不停内涵,甚至为了试探,故意提及打篮球趋纹手环,郭浩然完全可以借机说清楚,大可不必心虚掩饰,孟子一一针见血,道歉比找借口更有用,李承轩通透补充,李又可以喜欢别人,但是不能拉扯态度明确才是关键, 尴尬约会很压抑没想到,老六的举动更抓马,居然阴阳怪气告诉金家月,只吃了半碗饭,丝毫不顾及李婉倩的感受别说女孩子了,男生听了都添堵,李承轩实在看不下去了,气糊涂了,可还行,汪苏龙精准剖析,喜欢谁是个人自由但是,自由不是胡作非为,前提就是不能伤害到别人, 五星举双手赞同,思考跟不上行动,就会显得很幼稚,只有万万受伤的世界还没有结束,老六为了释放信号,特意买了金家月最爱的肘子,李婉倩笑容瞬间消失,表情管理一秒失控,显然是伤心了,没有心情吃饭只能独自去喂猫,万万躲起来疗伤的画面扎心又练心,杨颖被戳中了一点,五星一脸心疼,李承轩被气到无语,孟子一再次被带入角色,汪苏龙,陈立农气鼓鼓, 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,心动侦探团难得一见一致,集体替李婉倩抱不平,郭浩然像极了中途下车看风景的人,昨天炙热今天冷漠,虽然有选择爱情的自由但不能模糊不清,更不能逃避,李婉倩做错了什么太不公平了,就像孟子一说的一样不够爱就别去招惹